現在疫苗到底是怎麼樣 疫苗好 疫苗3加11 你通通都髮夾彎 說法都一變再變 我們現在先看到的是民間團體 民間企業宗教團體 他們怎麼做 他們為我們爭取到的都是疫苗啊 國際佛光中華總會他說呢 他們可以爭取到美國 招生20到50萬劑 孫文學校說德國BNT 大陸國藥各500萬劑 都要為我們來爭取 而往下這邊看呢 你看到的是各縣市政府 他們也希望可以動用自己 比較友好的關係啊 自己的能量啊 或者是比較沒有 我們中央的包袱的方式去談 所以現在包含的是金門縣政府 雖然是未定的 但他們也希望可以自己去採購疫苗 雲林縣政府喊出了 美國招生 美國莫德納 英國AZ 他們希望可以買到100萬劑 南投縣府呢 雖然現在目前能夠買到什麼未定 但他們目前是開第一槍的 他也還在等 等什麼 等中央韓富之後 再來研議 而花蓮縣府同樣也尚未決定 但是初估希望可以為他們的縣民 買到的是50萬劑的疫苗 好我們來看到表格的這一頭 陳時中他怎麼說的 陳時中呢 一天之內說法疲變 好24小時的前後完全不同 5月28號的陳時中 他當時給大家一些希望 好像點了一盞燈 各單位委託藥商申請 可以減負8大文件 經過中央審核之後就可以供防疫來使用 到了5月29號的陳時中他怎麼說 希望不要透過第三手 需要符合政府跟原廠簽約採購 中央進行統籌分配兩大原則 這件事情講了兩個重點 第一個要我中央統籌 第二個中央要跟什麼政府 要跟原廠來去做簽約採購 其實那天我聽到的是 包含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他提了一個說法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現在不斷中央在喊說 我們要跟原廠要跟原廠 什麼意思 你平常如果買 如果今天你是買這個 蘋果的iPhone手機的話 你會直接衝去他的工廠裡面去買嗎 不會 你都是各地代工出來之後 然後你買嗎 那你今天一直在強調說 你要去買原廠原廠原廠 可是事實上代工出來的 不就是像我們台灣也幫很多東西代工嗎 那難道今天代表說 我們幫人家代購就變成台灣貨嗎 不是嗎 同理可證 今天買疫苗 你不斷的要拉回中央進行統籌分配 再來你要強調 要由我們政府跟原廠簽約採購 對比前一天你講到的 好像看起來哦 你才充滿了希望 只要中央有審核過你的文件 好像可以 所以也難怪連佛光山這邊 他們佛光會都發了聲明說 政治的事情我們還真不懂 大家其實都只想發揮的是人道救援 大家不都是一條心嗎 說好的同島一命不也有 從你們這邊的口中說出的嗎 結果現在要同島一命的時候 你還在扯中央地方或是中央民間 到底在做些什麼 疫情非但沒有趨緩 現在連醫療量能也是吃緊的 反萊州的醫師蘇偉碩醫師他也呼籲政府要以人民為重 批中央說你不放行民間自購疫苗 你還頒法條出來壓制 好法條是怎麼樣 我們的蘇醫師也解釋給大家聽了 台灣的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底下 我們為什麼拿不到BNT 那阿中部長就說啦 因為沒有人來申請 那包括 民進黨的前立委就是 林慶儀醫師 不只一直在這個質疑說 這個BNT的一些問題之外 甚至在南投縣長 林縣長說 那我們南投已經跟 這個對岸 已經講好了 我們要自己買BNT了 然後 林醫師就說 這個BNT是沒有藥證的 他還搬出了所謂的藥事法第39條 他在他自己的臉書上 就說 那這個沒有藥證的疫苗 來台灣 那如果南投縣的林縣長 要給他們的縣民打 因為他還在他的臉書上 就把這個 南投縣林縣長 給這個指揮中心的公文就秀出來 就質疑他 說 那藥證沒有的時候 那到時候打出問題來 誰要來負責 事實上跟我們所知道的資訊 就有嚴重的落差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 COVID-19的疫苗 沒有半隻有藥證的 全世界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 一般的疫苗 要能夠所謂的上市 它要通過很多的臨床實驗 最少最少都要三期 那有的甚至做到臨床第四期 就是所謂的上市後的狀況 還會被拉下來 所以因為一般這個疫苗是注射的東西 通常都是會比較謹慎 從研發到真正能夠完整上市 常常要十年 包括我們在打的流感疫苗 有些有取得藥證 有些也是所謂的緊急授權使用 那我們現有的COVID-19在全世界 通通都一樣 沒有半隻有藥證 那林醫師跟阿中部長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混淆視聽 因為我們已經 給這麼多的醫護人員打的 AZ疫苗是沒有藥證的 我們現在可能在下禮拜 最快在下禮拜可以打的莫德納 也沒有藥證 藥證是一個簡稱 就是所謂的藥品許可證 的確根據林靜宜醫師講的 他是要根據藥事法第39條 但是如果真的走藥事法第39條的話 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打到COVID-19的疫苗 解釋